很痛耶 對 為什麼 好痛喔 要走路 要走路... 我跟妳一起走 來 預備 GO... 好醜喔 走路的姿勢最重要 現在要教導大家 如何穿高跟鞋走路 來 達人 Makio 好 兩位一起來 走 好像民婆喔 不是很好 走 你看他們這樣手就很自由 對啊 沒有感覺到什麼 這是高跟鞋打的 所以重點就是剛剛講的 腳要伸直 伸直 對 腳底板先著地 一定要這樣 對不對 這樣 哇 來 我要示範不正確的版本 沒有...妳走一次給我們 不是 妳示範一個亂走的 預備 我要示範一個假名模 預備 起 這個又從後跟的 OK 來... 是... 假名模都會這樣走 平常就是這樣 沒有啦 那妳穿高一點正常走 正常就其實都很像平凡人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其實他走得也滿自然 OK 但是因為演員的跟沒有很高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覺得不舒服 所以他演員是先腳跟落地 腳...對 腳跟落地就比較... 腳跟先落地了 稍微差了一點點 對 就不正確的版本 今天我們男生也要來體驗一下 穿高跟鞋的感覺 好耶 好 也要體驗著我 對 三個女生來當教練 好不好 好耶 我穿這個好 這個比較好穿 我腳比較大 我穿這個好 對...那我只有穿這個 對... 對... 這個紅藍都是尖頭的耶 OK啦 來 預備 開始 高跟鞋的穿法有... 就是怎麼穿 就套上去啊 我們襪子要脫掉 襪子也要脫 當然要脫 穿黑襪子穿高跟鞋 為什麼... 太小了 真的還太小喔 對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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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好髒喔 感覺好髒喔 我覺得我現在很像在看人妖打排球 是不是 這是誰把他剪短的啊 誰把我高跟鞋剪短了 這樣子的話 這個鞋算大小 如果露出一點點 有一點大 有一點點 這個算小 對 但是那種會稍微撐大一點 就是它慢慢越穿會越大 所以女生可以選這樣子 這樣 很難在的 好 變態 真的 變態耶 好可怕 好變態喔 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小燕哥扣起來嗎 不是 太短了 我覺得 馬上變泰國人 泰國人吧 真的 很痛耶 真的嗎 好痛嗎 好痛喔 我們跟妳一起走 來 預備 GO GO 小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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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顏色啊 很漂亮耶 腳 對啊 不錯 這樣腿看起來好長 是嗎 對啊 皮膚好好痛 整個都高了起來 像一些... 等一下 他肌肉變得好快 他... 哪裡說什麼 像我誰 小燕哥 這個就是錯誤的示範 就盡量不要讓肌肉變很大 他也沒辦法 肌肉不這麼大 我還好的 好大喔 還好 這個還不錯 還好 這很美 沒有 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穿還不錯 還不錯 這個要這樣站 對不對 來 一起走嘛 一起走 一起走 三個一起走嘛 來 音樂 小燕哥 不是嗎 拜託 耶 好美喔 好美喔 耶 小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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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喔 我覺得 這樣站不好站 要這樣站啊 這樣站 很難站 要練習 小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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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綁不起來 太短了 不要扁 腳踝太粗了 站姿要這樣站比較好站 這樣站就最好站啦 對 但是這樣站才是好看的 對啊 要這樣 就是拍照啊或是 就是 你是不是腳開開 這樣幹什麼是真醜啊 你有沒有看過 你還在穿上面寫打架 那我們剛剛走路還可以嗎 很棒 第一名是 第一名 第一名在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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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開始 這樣有水喔 好穩耶 好穩耶 對 OK 好耶 你剛剛在做什麼 你在做什麼 那座呢 坐姿喔 坐姿 我沒辦法再示範 我小腿已經衝進去了 沒有了 做事其實超二郎腿是不正確的 因為超二郎腿的話 這個小腿肌會露出來 有一種糾纏的對不對 糾纏得更醜 可是... 你能嗎 怎樣...要怎樣 這樣是糾纏的 不是 他們有一些 有一些藝人去看那個 那個什麼服裝秀有沒有 都故意糾纏到最糾纏的 沒有 那個是太無聊了 對 太無聊了...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一般都是擺著而已 對 妳是有交叉是不是 沒有...沒有交叉 這樣的話其實是錯誤的示範 因為這邊會露出來 應該是稍微就往右前方 或左前方延伸這樣子 就OK啊 這樣做 這個男生喔 其實如果穿高跟鞋的話 如果男生全部都穿高跟鞋的話 這樣也很奇怪 還滿可怕的其實 我覺得不曉得 我們這個也有業績吧 我覺得非常的好 妳好像陸一十四喔 對啊 對啊 拿破人那個時候也差不多這樣喔 是不是 我們這個也有業績 我覺得非常的好 妳好像陸一十四喔 對啊 拿破人那個時候也差不多這樣喔 是不是 OK啦 其實艾明的女孩妳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要給她掌聲鼓勵 真的很辛苦 還不知道因為你們要害怕 對不對 這事情 請問一下 這樣穿完 小腿持續抽筋是正常的嗎 正常 這是不正常 妳們真的不累啊 不會耶 還是因為我那一雙太小 沒有 是妳不會穿 沒有 不會穿 妳不要穿 妳會穿 妳給我穿著 妳不是這樣到底 這一集就這樣 好... 好棒喔 那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在社交場 長得 然後妳穿高跟鞋累了 可不可以稍微把高跟鞋脫掉 不行 要撐到底 要撐到底 要撐 妳這樣好合理喔 流血 骨折都要撐到最後 這樣子喔 一定要穿回家才能脫 一定要穿回家 或者是直接去醫院 我沒有這個經驗 妳怎麼這麼好啊 真的 開玩笑 這個男生很多沒有穿過 真的喔 體驗一下 才知道女孩子為了男生 看起來美 有多麼的辛苦 我做這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女孩子 越來越辛苦